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由林郑英 郑泽氏 黎姿王小凤等人主演的 灵幻喜剧片《灵幻之宗》 这英叔和老郑不仅是同门师兄弟 而且还同时爱上了师父的宝贝闺女孟孟 师父觉得这俩徒弟都无错 也不知道应该把闺女嫁给谁 为了测试一下这二位到底谁更爱孟孟 于是便谎称孟孟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英叔一听就有点懵劝了 虽然他很喜欢孟孟 可还没有闷灯蜜呢 这脑袋上就一片绿 英叔这可犹豫了 师父可是老江湖了 一看英叔举妻不定 就知道这孙子嫌弃自己的闺女 于是又把老郑交到了屋里 还是那条词 老郑虽然也觉得有点无功能 可最后还是答应 英叔一看自己的女神嫁给的老郑 这一怒之下就去了关外 十八年后 英叔带着自己的养女宁霜 重回故里祭拜自己的师父 可在半道上爷俩遭遇了红袍火鬼 英叔这辈子没敢别的 始终致力于捉鬼的事业 经过一场鸡飞狗套的恶战 英叔最终把红袍火卫也收了 老郑这辈子也没啥出息 师父死了之后 他和孟孟在镇上开了一家相处店 他儿子韵高喜欢搞创造发明 一天晚上 道士中发正在超度亡灵的时候 刚好赶上韵高的接收器 跟雷电产生化学反应 女鬼素文正准备借天道曲音间的 一不留神就被闪电了批了下来 直接就掉在了老郑家的枯镜里 韵高和素文是一见钟情绪八股灯 两人正在屋里做游戏的时候 老郑和孟孟突然闯了进来 这二位都是修道之人 一眼就看出素文是鬼 两人刚想动手 却被韵高给拦住了 在韵高的苦苦哀求之下 老郑和孟孟决定把素文送走 可费了半天的劲也没送成 孟孟掐绝念之后一看 原来素文的主魂掉在了库井里 老郑把素文的主魂从井里捞出来之后 必须等到重阳节那天 才能把素文再次送走 因此在这段时间里素文白天待在罐里 晚上才能出来下溜的 由于英叔和老郑曾是情敌 因此两人见面之后都没有好脸色 尤其是老郑 他知道孟孟一直很喜欢英叔 所以很担心这二位就情复发 给自己呆绿帽子 事实证明老郑的担心一点都不多余 孟孟见到英叔之后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本来老郑就一直怀疑 孟孟当年怀的孩子是英叔的念头 一看这二位整天眉来眼去的 这气都不打一出来 8月15吃团圆饭的时候 双方的矛盾中一计划 老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把羁押在心里多年的怨气都发泄出来 认为这孕高肯定是英叔的种 这个时候孟孟不得不说实话了 原来当年他老爸为了测试 英叔和老郑到底谁更好谱 于是便谎称他已经怀孕了 加上生孕高的时候又是早产 因此这个谎言一直没有被揭露 在老管家说出真相之后 老郑心里这块石头才算落落地 英叔一听这肠子都回轻了 为了不让自己整天活在痛苦的回忆里 他决定戴着凝霜脸也离开 可没想到韵高在取封禁 红袍活鬼的罐子的时候 无意中把素文的罐给打破了 英叔一看就打算让素文领和盘 可没想到被老郑也拦住了 要说这老郑的手也够欠 上去就把装有红袍活鬼的罐给打烂 接下来就是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英叔利用法术请师傅前来助理 终于把红袍活鬼弄死了 影片的最后 英叔将素文三魂合一 和大家伙一起把素文给送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吃魅王两妖魔怪 遇见英叔全写才 所以不要瞎得瑟 要想偷太太赶快